张艺兴小台北欧玉买糖葫芦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安徽网综合序 张艺兴在北京小台买糖葫芦被偶遇 照片中张艺兴穿着军绿色外套 帽子一圈绒毛 看着十分暖和 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依旧挡不住的帅气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张艺兴 我全能一人讲张艺兴小台 被偶遇买糖葫芦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 新电视剧品质盛典在上 还隆重举行 张艺兴喜获全能一人讲 现场的他除了感谢主办方及粉丝 一直以来的爱护与支持外 还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 努力再努力 保持不变的初心 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学习 用作品来让观众认可自己演员的身份 张艺兴谈对私生范张艺兴小谈 被偶遇买糖葫芦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 谈及陆寒在新歌歌词中 怒对私生范的直白行为 张艺兴谈 言 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处理 但我觉得大家都有不容易吧 大家都互相理解 互相迁就一下 张艺兴宣布换团队张艺兴小谈 被偶遇买糖葫芦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 2017年3月1日 张艺兴工作室发布声明 透露新的一年将与全新团队合作 打开全新篇章 拓宽现有标签 从新开始 据了解 张艺兴的前经纪人孙渝 新目前正在怀孕淡产 新旧团队正在进行交接 张艺兴梦想当军人张艺兴小谈 被偶遇买糖葫芦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影片 《建军大业》 自7月27日上映以来 在口碑和票房方面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青年演员张艺兴在影片中 扮演革命英雄卢德明 令人印象深刻 张艺兴透露 这是他首次触变革命题材影片 也是第一次演艺军人英雄角色 他 坦元自己从小就有军人情节 这次有机会饰演革命英雄卢德明 算是间接圆了军人梦 希望以后能够多拿枪 多出演一些保家卫国的军人角色 张艺兴被起诉坐飞机 不给钱张艺兴小谈 被偶遇买糖葫芦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张艺兴 被起诉坐飞机不给钱 两次坐飞机均先从代理商处缺票 但未付款 机票代理商要求张艺兴支付两次机票款 二万余元 张艺兴工作室回应称 票款给了中介 张艺兴工作室称 工作室员工已向机票采买中介刘权支付票款 还贴出了转账记录 但刘权并未向出票机构进行支付 现已失联 此外 张艺兴工作室表示将相向起诉放垫付相关费用 并向刘权本人追责 张艺兴长期在粉丝面前昏到张艺兴小谈 被偶遇买糖葫芦 盘点不一样的张艺兴张卫星在 一族时 除了跟着团队宣传新专辑 举办演唱会 在大陆还有戏剧 综艺和代言活动 形成非常忙碌 而他的身体似乎再也无法复合 与人穿机场准备要出镜时 在宋姬粉色面前昏倒 失去意识 马苏扮杨贵妃经验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安徽王综合训 马苏在一档节目中扮演杨贵妃 造型经验 获赞无数 马苏不仅人漂亮 而且在很多其主演的影视剧中演技高抽 获赞无数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女魔头练尼上 马苏扮杨贵妃经验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星白万魔女传中 马苏饰演的恋 尼上时而凶残 时而多愁善感 柔情似水 马苏也因恋尼上获得 2012年央视中国电视剧年度明星盛典媒体 特别推荐女演员大奖 女土匪正妖媚 马苏扮杨贵妃经验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在大西南角匪记中 马苏饰演女匪首正妖媚 业内称赞马苏塑造的女土匪 将会成为影视作品中经典的形象 马苏也因正妖媚获得20 十一江苏电视盛典最佳女演员大奖 和福建电视剧颁奖盛典 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女地下党官评录 马苏巴扬贵妃经验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在旗袍中 马苏饰演官评录 在男人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中 多次化现为仪 为中共获取重要情报 马苏也因官评录一角 获得2001华顶奖百强电视剧 中国近代革命类题材电视剧 加女演员奖 女工人白玉品马苏扮杨贵妃经验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在女人如花中 马苏饰演白玉品 将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工人形象 刻画得栩栩如生 催人泪下 马苏也因白玉品一角 第一次入围金英奖 就获得2012年第26届金英奖观众 最具喜爱的女演员大奖 富家女蔡娟马苏扮杨贵妃经验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 点造型在AA制生活中 马苏饰演的富家女蔡娟 马苏也因蔡娟一角 获得2012亚洲偶像盛典 最具突破女演员奖 女歌手戴可可 马苏扮杨贵妃经验 盘点马苏影视剧中经典造型 在《小夫妻时代》中 马苏饰演一个时尚的摇滚 女歌手戴可可 最后自编自弹自唱了一首菠菜进行曲 将原本欢快乐舞曲旋律 演绎得超级搞笑 《小夫妻时代》获得了 这是2001营市盛典 最期待时装电视剧讲郭采杰谈女谷片乐飞文 目前没有任何新对象北青网消息 昨天12月25日 是郭采杰出道十周年的日子 2007年 他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 隐形超人而正式出道 出道以来 郭采杰一直都是以甜美可爱的一面 展现给观众 偶尔还会有欲解放的一面 不过 那可爱的面庞和甜美的歌声 令他圈粉无数 喜欢他的粉丝 除了关注他的作品 还会特别关心他的感情生活 2011年 郭采杰因拍摄电视剧 向前走向爱走与男演员杨又宁开始交往 2015年3月 两人和平分手 恢复单身生活的郭采杰 不断传出和其他男演员的绯闻 其中传出最大的绯闻 就是他与古天悦的恋情 前段时间有相关人士报告称 古天乐一次与郭采杰相恋 两人曾合作过冲上云霄2 至于 两人为什么会一起 有人说是因戏生情 也有网友表示 毕竟两人也不止一次合作了电影 关于这个事情 郭采杰自己澄清回应称非常莫名其妙 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跟杨又宁分手至今两年 目前没有任何新的对象 直言感情是太难的事情 原标题 郭采杰手谈古天乐飞文 直言非常莫名其妙 郭采杰许 好